中国的盆地都有哪些? 中国的盆地有塔里木盆地、 厄尔多斯盆地、 渤海华北盆地、 四川盆地、 松辽盆地、 柴达木盆地、 西藏羌塘盆地。 盆地主要是由于地壳运动形成的。 在地壳运动作用下, 地下的岩层受到挤压或拉伸, 变得弯曲或产生了断裂, 就会使有些部分的岩石隆起, 有些部分下降。 如下降的那部分被隆起的那些部分包围, 盆地的雏形就形成了。 许多盆地在形成以后 还曾经被海水或湖水淹没过, 随着地壳的不断抬升, 加上泥土的淤积, 盆地内部的海、湖慢慢地褪却干涸, 只剩下一些河水或小溪。 盆地中的岩石沉积 大多相对比较完整而连续, 生活在那里的动物、植物死后 也比较容易保存成化石, 所以盆地也是古生物学家们 寻找化石的好去处。